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现在那些孩子就是不一样 就特别喜欢 就像那种中国人的梨梁嘛 我第一次登长城是 96年6月21号 那天正好是端午间 然后往左边走走到头上 我一看那边就是没有修复的 全是探插的不像样 那边长城原来是那样 我往前走的一段 我还是特别喜欢 以前那个野长城 但是从心里面呢 还不希望他再探 咱也挺矛盾的 我那天走的那个地方呢 这工人啊 可能是那天走休息 下举他没法干活 特别喜欢长城嘛 我就真忙活了半天 他那一个工人那些帽子 从我的身手手带头 然后我就活鸡 我想累的 我就怕累的不对 然后我就活过鸡 然后搬搬砖 就喜欢的东西 我也在那忙活了半天 石头那肯定都是原先 老祖宗留下来的时候 他不得有这编上号 就哪个石头 隔哪个地方 就有些专家人可能是 都比较明白 上面的砖 可能是有的 他就送了一半的了 或者有粉碎的了 不能用的了 他就是用一些现代的砖 过去修长城 现在修长城一样也是 那素不素人也是 常人一般的想象不到 看视频 善澎派